美国司法部一年内分三次入禀民事没收申请 法庭文件提到的数额也越来越大 疑似被挪用的数额从30亿美元翻了五成到45亿 至于累计追讨数额也从10亿美元增加到17亿 使得一马公司案成为美国盗窃资产行动史上最大宗追讨案 最新的法律文件中揭露一马公司在2014年 向银行贷款12亿2500万美元展开回购行动 当中8亿5000万美元转移到几个案外空壳公司 成为涉案人士私人金库 这笔钱被用来投资电影购买豪宅游艇等奢侈品 一部分钱还用作类似庞氏骗局的计划 制造一马公司投资获利的假象 美国直接形容这种层层叠叠的洗钱勾当 根本就是要我国纳税人为涉案人士的奢侈生活买单 司法部第一次点名大马一号官员妻子 指某人用了2700万美元 也就是大约1亿1600万令吉的不法所得购买钻石 送给这号人物 因此在资产清单中 除了一艘300英尺游艇 几家公司的股权和大量艺术品外 还包括了大批价值不菲的钻石首饰 美国演员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获赠的一幅毕加索名画 和两部好莱坞喜剧的版权 也成为追讨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金像影帝也归还了 华尔街之狼制作人 赠送给他慈善拍卖的 马龙白兰度奥斯卡讲座 不过美国司法部强调 这是在接获投报宣称有关资产 可能是非法所得后 所采取的追讨行动 在法庭还没下判之前 都无法证实这些指控是否成立